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国事同学会 我是杨继昌 阿昌 今天还有两位主持 大家看到一位就是阿文 上周和我们继续谈谈高铁时宜 还有一位阿一行赶过来 但为何他会迟到呢 阿文最新报道最新的情况 港铁东铁线大埔区站信号系统故障 其实我们那时候讲高铁 最大问题是我们想讲高铁的问题 就是它建立的话 你也是用大陆那套信用系统 是的 即是现在未用到去 批了信号系统那张药 和买高铁那张药 应该是批了给大陆的 都是那个系统 他声称是因为天灾出事的系统 但最新有一个说法就是 现在好像不知哪个官员 就认了又不是天灾 是的 认了又不是天灾 因为你的席口 兜来兜去都不知如何收拾 一个大话 但现在我们讲回香港 香港的港铁来说 其实那时候建立的信号系统 都不关大陆事 但我们经常听到 就是说香港的铁路 一有故障的时候 就是说信号系统故障 这个信号系统本身是 是当年是哪间公司的 你知不知道 当年 我不知道 但那些东西都舊了 就是港铁的东西 用了几十年之后 其实东铁的东西不是舊的 如果以我所知 好像是2000还是2002年 开始装的 就是它那个自动化的行车系统 在之前不是自动的 是司机要看着 移标板看着速度来铁 我们来着 有一位刚刚 因为这个信号系统故障而迟的 一行都在 我们打一支咪 咪咪先 咪在后面 一行坐起来 我们的镜头可能会见到你 我现在挺舒服的 一行先带一支咪 我们再讲一下 趁机就讲一下这个节目的安排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原本国事同学会就会休息 但因为发生了高铁的事件之后 我们也希望继续跟进最新的情况 另外我们休息的时候 其实特朗普也想着 希望将国事同学会的节目的质素 进一步提升 希望所以带来一些 改革和变革这段时间 一旦改革的一些尝试 我们也想了 不如一行和大家讲一下 介绍一下将来会议 我刚刚说了些什么 香港的高铁系统 香港的地铁信号系统 故障和内地的信号系统 有没有关系 对 其实这个开场霸都有关系 我想推出一个 港中关系系列的一个特辑 记住是港中关系 不是中港关系 以香港为本位的出发 其实我个人想说 我对于香港的未来的出路 对不对 香港如何独立建国 香港如何再同 因为我的寓言就是 共产党过不了2012 对不对 你天下大乱 香港如何去应对呢 跟中国内的不同的省市 将会都会独立 对不对 就是一个关系 如何跟他们去谋合呢 但是当然 未去到这么长远的时候 例如这一刻 香港和中国内地 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呢 其实我们都想着 会有一些嘉宾一起去谈谈 其实嘉宾不需要同意我说的 如果有些不同意 大家可以谈谈谈 其实我 我都约了有两个嘉宾 一位就是一个区议员 他就叫做黄雪盈 为什么我会觉得有兴趣 跟他做嘉宾 下个星期就会来 因为他跟我说 近年有很多的家庭 就 去哪一区的区议员 葵青青衣 有没有政党的回景 有 民主党 他就是这个 跟我说很多的家庭 有些分内情问题 其实我前几天 我又见到有个 杨汉群 我们之前也有来过节目 他有个留言 他有些分外情 不是 他就说 2010年 香港好像有十万宗的 离婚个案 很厉害的 但相对大陆离婚率 都不算太高 但也很厉害 十万宗的一年 很厉害 那谢慧俊哪有888的价钱 我就是说 还有一个问题 我又跟黄雪洋谈过 他们试过在社区争取黄光霸 失败了 这些都是跟港中关系有关 然后第二个嘉宾 又要作下个礼拜 那个就是 民主党的死敌 人民力量 但我找他 最重要的都不是基于他的考虑 他的经历 是的 因为他在Facebook留言 他就说 最近深圳地铁开 原来他就跟他说 深圳有个站叫上水径 他说 曾经他们 可能他家人买一间楼在那里 曾经他们都要 要投保血流 要争取 要抗争 才可以抗争到一个站出来 就是 为什么呢 我会觉得这些是很有趣的 还有 他有这些经历 和他在香港准备是从政 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因为他在Facebook的一个留言 也都说 喂 我们香港人就要知道了 如果我们不争 什么都没有 人家出来争 要投保血流 起码我们 搞香港所谓社运 都很少说 投保血流 人家真的要打 是吧 这些经历 就是对他的人生观 或者对他在香港 还有怎么看我的 我所说的 港中关系 有什么的看法呢 是吧 这些是 我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去讨论 当然 有一样东西 我们可以令到多些人去看我们的节目 因为 刚刚来到这个 都是这个的选举年 是吧 就 区议会 来到立法会 特首 是吧 其实 如果我们邀请不同的 疑似候选人 当然没有候选人 不要说 就是 一个候选人 那些就要计经费 是吧 邀请他们来 至少他们自己也要看 是吧 他们的支持者也要看 是吧 或者原来有不同政党之间 他们的阵营 都要互相要看下 人家旁边的党 那些人说些什么 是吧 如果我们透过这种方式 是可以 鼓励多些人去看我们的节目 就是释奉 是这样的 当然 另外有一些疑似特首候选人 我都在安排 其实都可以邀请他们上来 因为疑似特首候选人 都可以邀请他们上来 另外 有些目标人物 我是未正式邀请 但是 我在一个节目中 我都公开地邀请 另外 有个人叫做 有个人叫自由党与建宗 那个人 九五九成事论会说两句 因为那个人是大学那时候的朋友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有兴趣 就是他是政协 就是不知哪个江门的政协委员 就是江门市 不是大家 就是广东省江门市 就是每个市 其实都有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 是的 就是人大 因为 你说太出名了 经常打开报纸看电视 都见到那些人 我就觉得无谓邀请 就是邀请一些 都不是说 完全没有知名度 一定知名度 但是不是说 他说的东西 每天看报纸都知道 就是找这些人 一起去谈一下 我觉得我们的节目 会多些多元化一点 因为这些 其实我们在说 国事的东西 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很日常的 不是每次都是 胡锦涛 江泽文在北京 中南海里面 发生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 每一次都是很政治化的事件 或者是远在农村维权的事件 我们其实香港日常生活 我们在说的 港中关系 没错 你永远都是 其实你现在 中国 就是中央 统战台湾 都是希望交流 越来越频繁 经济 令到台湾的依赖性加强 其实我们香港现在 都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我们在说 一行刚才说到 香港独立建国 搞港独 不是一些天方夜谭的事件 因为共产党突然之间 有一天消失了 这件事发生过 就是苏联的时候 当年 戈尔包奇夫 自己身为 苏共的总书杰 突然之间宣布 一天 苏维埃 是一个非法的组织 明天就不见了 所以第一 这件事 不是一些天方夜谭 而是可能会发生的事件 如果那一刻发生的时候 我们香港人如何自处 这个是 没有人去说 没有人去想 这些是我们 要灵癖一个途径 大家知道 网络的世界 竞争那么多 如果你要听不同的频道 都会有很多 分析得比我们深入 或者完全有不同的经历 我们的资讯 但是认真说港独 或者认真说 共产党不见了的时候 香港人应该怎么做的时候 我想 这个也是我们 希望去探讨的方向 其实我有一套理论 我都希望藉着 一路做节目 一路交流 一路去设计出来 因为其实 之前我们试过去露宿 我跟说 见国民打架 快点写一本书出来 书展出去 但是我太急 一时间 我写不出 但至少 都是继续想的 你说所谓的 不要这么简单 哎呀 你又是港独 你又大义不道 就是 永远 这些这样的 批评 是一些 就是独裁 批评你港独 你这些人不对 这些跟古代的皇帝说 你造反了 就是一个道理 但其实 大家都想这个问题 如果你 有看这个 这个 朱角亮 他说 生分天下 他这个就是搞分裂 但问题不是 你想想 他生分天下之后 他就说 因为明明 明明那个 天下已经分开了 是不是 已经是有了很多不同的诸侯 只不过 他就说 首先你要尽尽自己的 一个据点 之后 他就说 天下有变 那你就要起事 是不是 其实 如果你这样看 所谓的独立 其实不是说 真是完全将整个 这个什么 天下分开 而是说 你这个阶段性的策略 你先分开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当然 古代的人 他们没办法 只有通过这个 打仗一途 你朱角亮 你都说 你首先 怎么占据了这个 有个敬州 然后 就拿了亿州 然后打 都是打回来的 然后天下有变 你就不伐 是不是 现代社会 就不是 就是不是 要打回来的 譬如说 我的想法就是 你香港也好 或者这么多个省市 就是独立成一个国家 大家要再坐下 出来谈 成为这个中华合众国 是吧 最初我也想到的名字 现在我想到的名字 叫中华合众国 这个名字也挺好 是不是 然后成为一个中华合众国 但是当然 你谈的过程是很困难的 你不是这么容易 但是至少 香港这样的社会体制 香港人 是做了牵头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说 那些人是 相对来说 大陆的人 会相对信任香港的人 是重视一个制度 是不是 还有我们有一个 就是对人权 法治的一个执着 是不是 其实为什么呢 这件事 我都想和阿文说 其实这件事 不是只是说 阿昌的 不是说这么远的 我就是说回 另一件事 有几个理论 我要不断去反驳 就是一些 近年 我们都经常见 香港有很多一些 煽动族群的撕裂 的一些言论 王重论 是的 你没有分解阿文 王世宅 那晚才骂完我回来 还有几个 我引致了 我们已经做了两句话 王重论 还有你的 孕妇 香港生子 就是做共谍的 或者同化香港人 大家都成为大陆人 这些我又觉得很愚蠢的 言论 等一下我们会再说 另外有一个理论 就是说 一些偽右派 常说右派 那些什么 你不要给福利 养懒人 这个跟我整个 建国体系的思路是有关系 就是这些 这些理论 建国大业 这些理论 我们要 逐一反驳 是的 当然我们 不是说上讲 就是我们透过清谈的方式 一步一步去讨论 其实 既然我们也开了 《黄重论》 这个话题 阿文 是不是有些东西说 就是你先说 是的 我说 比如说 我想说的东西就是 这个我是看 就是陈云有时在Facebook 见他有时有些 就是写很多东西 但是我曾经我见过 有些的讨论 我觉得是 不是那么同意 就是他比较过 当时 譬如 你这个 这个 匪共 构占 这个中国的时候 比如49年 所谓的建国 是不是 或者到你文革 就是 总之那几十年 那三十年动荡的时候 没有很多的内地人 下来香港 是不是 那时候又有抵律政策 是不是 就是他们会觉得 喂 当时这样 和现在 有那么多的人 下来香港 就是他们会认为不同 因为当时真的走难 现在呢 中国的大陆社会 是富庶了很多 是不是 现在的人根本就不是为了走难 不是 他还加多个点 以前是英国管治 英国管治英国做什么呢 我告诉你 这个制度也是完好的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你那个特区政府 是共产党的 就是 他就觉得你共产党 现在就是有心的 有心你放人进来 就是捉老鼠入米缸 但是我的看法有点不同 就是说 喂 其实为什么这么多内地的人 来香港买东西 或者来香港生孩子 当然了 我不排除有些人 来来生孩子 是受共产党委派 就是 你问我 我真的不相信 就是 至少一件事 因为刘彦东的女儿 来来生孩子 刘彦东是去到国务委员的级币 他叫女儿来生孩子 当然了 我的意思是 当然 你有某些官员 高级官员来来 就是我都 每一件事 他已经够外国 他不是去美国生 就是我说 一般老百姓 但是 在某个程度上 其实是凸显了共产 现在这个政权的漏洞 那个黑暗 你想想 刚刚报纸又说 什么疑科就快崩溃了 如果不是 你那个大陆政府 没有人到 没有医疗福利 那些人怎么会来香港医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 其实都是一种走难心态 是不是 喂 跟以前的人 东德 是死都要 就是翻墙走过来西德 就是一样的 是啊 比如说你以前那些人 现在的人 不是说以前 喂 来香港买奶粉 买化妆品 其实真的 我这两年 真的有变化很大的 真的不同的 譬如我 我这两年 我住在深圳 第一样东西 我发觉过关 内地的人越来越多 第二样东西 一包包的日用品 是内地人来的 由香港买 回大陆住的 其实这一种 都是一种 走难心态的反应 就是说 当然它不是真的要走难 走来避难 而是说 喂 他发觉他吃啊 用的东西不安全 是啊 你的消费者的权益 没有保障 就对了 其实所有东西都是 做在中国的 但是你来到香港 德国之后 他就相信 只不过是相信香港 监控质素的制度 你免了港货 突然之间 就可以赶回来 那些价格收费 近年是很有趣的 近年奶粉 差不多是什么奶粉 都在香港 即是想推行 现在多了韩国奶粉 这些肯定是吸引了大陆人 买的 如果你说港货 这个问题 因为上星期我们有一个师妹 我会有一集 会特地跟她说 就是买港货问题 因为 上星期才跟她买完港货 对 就是这样 一是她 另外我发觉 我也是 我想 因为我认为有些朋友 有时我现在在QQ 微博 有些人很喜欢做些什么 可能有某些人 像她那样 在香港读书的 或者有些人本身 她都是在大陆住 但她常常会 来来往往香港 他们很多人喜欢做一些 叫做业余代购 讲货的东西 然后就是淘宝 或者透过伤识的朋友 在那里买 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就是 那些人是信香港的东西 第二样东西就是 你生孩子 也是一个走坏的心态 你发觉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个孕妇 在内地的 生孩子 然后无端端 生孩子出来 孩子的屁股 就被人缝缝了 我听到的版本 是她孕妇本身 被人缝了 即是说她没有给 好像广州过来的 就是因为没有给到 一个红包 就是贴士 儿子不是被人缝缝了 我听到的版本 就是妇人本身 就说江门被人缝了 我不知道 总之我听到的版本 就是婴儿被人缝了 从此不要紧 我的心态 其实这个心态 跟香港人一直想移民 都是一样的 你现在找一个捷径回来 对不对 总之很大件事 就是说 当然这些是一些极端例子 就是逢干门 就是说 也就是整个体制 可能你贪污腐败 你要生孩子 第一可能有很多责费 你要付很多钱 另外你要付红包 对不对 还有你超生 你超生的那些 喂你给那么多钱 给党 不如给钱来香港更好 基本上 不过现在就是 一孩政策 基本上都是 八门一样 有名模式化 但另一方面 他还是要给的 他还是要给的 他也要是 有一些藉口 当然是去到村委 甚至地方 去基层的干部 拿来做一个贪污的手段 可能都要逼你 做一样东西 但另外其实 其实他构成香港所谓一个 医院压力的问题 其实不一定是因为 这帮人来的源头 源头本身就是 也是回到董建华的年代 因为他预计到 你香港人口的出生率下降 是那时候 他调整了 那个 就是产科服务 他减 他令到那时候 直接查回医官局的资料 那时候 他剪了 他剪了 那时候他有份剪人手 剪完人手之后 他还要 以前拿打数是有苦科的 现在招牌都在 但不修正 最重要的是 你的仪器都拿了 外国都拿了出去 所以 所以这个是那时候 你不可以赖光 就是 日历不可以赖光 大陆人 香港本身是预见不到 现在北区医院都说 要买橙鉗 说没有橙鉗 急症生 橙鉗就是什么 就是 就是工具 就是工具 那些都卖了 首先我说两件事 就是 首先 大家 要去批评 其实应该是批评政府 不是批评那些人 很简单 就是批评共产党 如果大家有个同理心的意思 就是说 如果反过你是父母 你准备去生孩子 你都想 第一 你个老婆生孩子 都安全 都安全环境生的 是不是 喂 在医院住几天的 可能住一个星期的 或者你定期要去医院检查 喂 你都希望 你自己 你的孕妇 或者你的丈夫 你都想她是安全 去医院的 第二件事 你都想你的孩子 是安全 不会被人逢屁股的 是不是 喂 这个是同理心 你能逢屁股的 你都可以去一个 相对安全的环境 去做 是不是 这个任何人都说 你不可以在那里 骂人 走来抢我的资源 一他都说了 就是人之常情 如果你说得深入一点 可以找回 《史记》 讲《战国四公子》 那时候的理论 因为那时候 孟常君曾经失世 是《战国四公子》 齐国的孟常君 他失世之后 当他重新当权的时候 他因为孟常君最出名是什么呢 就是养食客三千 他失世的时候 食客当然全都逃走 然后他当权之后 那些食客全都回来 孟常君曾经发烂 你等我 那时候没权的时候 不和我共患难 到我现在有权 你们回来 我要严情那些 再回来的人 然后另一个食客 就劝孟常君 就是说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市场 那些街市 就是当年那个年代的街市 就是你过了太阳 一升起的时候 那些街市就没有人去的 因为那些街市 刚刚明天光 天空光的时候 那些货是最好的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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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不会等太阳出来 才去买 其实你现在的情况 都是一样 这些是人之常情 所以我们要思考这些 社会政策 但是公共政策 政治问题 我们都要想 是从人性最基本的角度 即高登讨论区 我留意到有个帖 他说 就是这样的 现在爱国 加拿大很欢迎移民 现在收紧移民政策 他就说 家庭团聚 不应该考虑之列 对 做得好 做得好 我立刻回 我心想 那你们香港人 香港人很喜欢移民 假设 如果说香港 他说 以后都不出单程職務 喂 大哥 你家庭团聚 我告诉你 人权 你现在灭视人权 我告诉你 你香港人不是最重视人权法治吗 你什么时候 那种极右那种心态呢 疯狂到 将这些人权 所有东西都完全灭视了 所以那些 所谓极右 我有机会 我会逐点反驳 傻的 那些不是右派来的 这是白痴言论 是吧 就是我们有事 第一个 我们要搞清楚 就是有个 就是内地人来香港 就是一种走难 就是都希望有个 安全的环境 第二个 我们作为香港人 如果未来 喂 那个什么 黄小怡 江亚匹夫 说你们什么 香港公务员 不懂当家作主 这些人 真是 这些白痴的东西 上两个星期 又有新闻报 是不是 那是香港人 不是公务员 公务员是公勃 公勃做什么 当家作主 是那些人 和那些政治领袖 他不明白了 你知不知道 第一天入職 他立刻会拍一份 你政治中立 你的公务员 所以我发觉 我读大陆那些 公共行政 真的读得有用 公共和政治 容易分化 应该 OK 我们想这个问题 作为 就是一个 香港国的主人 我们要想些什么 我们刚才 我们用六期上身 把这些古文引出来 刚才阿昌引了一篇 我引了一篇 阿孟子 跟梁慧王谈的 那个叫做 寡人之于于国也章 那篇文大概 意思就是 阿梁慧王 跟阿孟 跟阿孟子谈的 喂 为何我的国家 那些人民 没有增加 别人的国家 那些人 是这样增加的 我有什么 对策 大家想这个问题 就是 你这个国家 自古都是想 想些人来 你那里 是吧 你不是说 想港人来 走 那些人来 那些国家 是轻盛的 你想这样 你不是说 那些人来 港人走 其实他还有另外一点 这一点 《文匯报》也有填 他说 发达国家 是选择人来的 意思是 他是高技术 或者是有钱 《文匯报》有寻 他拖斥你的方法 就是这样 你为何要中文 其实一定要广土才行 就是说你广大的疆域 你再加上 这个囚物的人口 才能发挥到国力 但是香港 没有广土 所以种民是有一个问题 这个也是 那些 恰爱的思想 整天 想着小香港 那些 围着一个井 在那里 但一样的问题 梁振英 这个人 可以讨论 这个人是否做特首 我就没什么兴趣 他说 有些言论 是可以思考的 譬如说 喂 郊野公园 这么多 他说 你什么时候见到 新加坡有这么多郊野公园 然后他说 郊野公园 刚刚是给市民休闲 你想想 那些市民个个住了 一二百尺 是吧 住板间房 那些市民 一天做足七天 是吧 没得休息 喂 你这么多郊野公园 给人做什么 你那些地 应该拿出来用 他有些偏颇 对于城市规划 事实是他隐藏了 其实香港是很多成员土地 香港是用过2020 我告诉你 是那些 这个问题 我都不只是讲街公园 是说 香港有很多地 你要批评 又不是批评那些人 香港是 喂 大佬 那么多地产商拿着那些地 第一 喂 香港很多地方丢封了那些地 不建那些地 整天看到有些地方 写着官地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肯定有很多政策问题 第一 香港不是没有地 第二 这个大都会 Metropolis 这个是用我 读这个 AFO的Jorothy 读的回来 当然 Jorothy 我们应该问梁启志 这个是专家 你没有资格 请他上去 喂 喂 AFO的Jorothy 就是说 这个Metropolis 这个大都会 大都会 就是会不断 是扩张开去的 广州就是这样 对 香港和深圳是很容易揹的 第一个是 河套区说了20年了 完全没有重症 香港那个Metropolis 就是去到九龙半岛 不知道哪一区 几十万年都是这样 喂 经常说河套区 喂 第二 喂 我在想 深圳和香港接壤 我是住在福田区所谓村 我经常想 喂 所谓村变香港领土一部分 喂 可以的 你不要以为是 这些是天荒夜讨 最重要你要考虑 喂 你予想 如果香港不是有抹的 巴陈余奸 人是不被人生孩子 香港 啊啊啊啊啊啊 是吧 就是人圆大 那些姜头大 对吗 广土仲民 喂 你那些什人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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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有一個專業霸權 不讓那些人進來 香港哪一人吸納專才 就是有一群死人醫生 律師會 經常圍著自己 不讓外地人進來 這個本身都是保障業界的 為什麼大律師要收這麼多錢 因為人數型控制很少 如果大師兄潘熙就知道 就算業界入面 門戶自然都很深 如果不是港大畢業 都未必能進身到大律師工會的 但我找阿彭你來講 他成立的又怎算好 他跟梁美芬有關係 其實很多一男子有關係 你想像一個圖案 如果香港是全世界四方霸媚 無論是菲律賓人 什麼人 內地人 還有你吸納新移民 不只是高階人士 我要反駁 美國也是 為什麼美國有全世界一流的 歐洲的科學交流會去 第二 例如墨西哥 很多新移民 那些就能夠提升低下層的工作 那些其實是沒有人做的 像瑞典一樣 你看它的縱障列 你打算找一下有沒有帳戶 那些列是說豬肉逃手 是啊 冷氣技工 地盤工人 所以這件事 第二件事 你的經濟或者社會怎麼會蓬勃 因為當你多了很多專業人士 可以來香港做事 沒有了那些豬肉霸權 只不然你要多了很多餐廳 要招呼那些人來吃飯 那你又需要多了很多人 去做洗碗 做事應 這件事全部是一男子的 你不可以收一些專財 就是收一些所謂高級人 你不可以一美那些人 你不可以一美叫全部人讀大學 是啊 就是說 歐巴馬就經常吹噓這件事 當年在肯亞做農夫的孫 今天就做了美國總統了 是啊 當你想這個問題 香港 當你整個社會經濟很有動力的時候 你不再去搭訕 你跟深圳在那裡聊 反正你的人每個人都來香港買東西 每個人都來香港生仔 都不在你深圳生仔 每個人都來香港生仔 你不如那塊地盤畫上去 畫上來香港版圖 其實是可以的 我覺得是不可以的 所以你說香港的疆土一定是 你想過大多匯 你深港融合的發動力 你未必是香港是輸的 是啊 你說可以保障的 但是你肯定是自卑 對 還有香港的永遠都是你的手勢心態 我要守住香港本身固有的價值 但是沒有想過去供 沒有想過會影響到 影響回大多匯 他那個香港的自協運動就是這樣 自卑心態 烏龜 我覺得這班香港的自協運動 我還沒有時間看完 就是民主黨 或者華叔那套 什麼不倒退不止退 其實都是這樣說 不要去退步 但是沒有想過 能夠是香港的影響力 香港本身就是一直以來 100年前就是革命反中 大家你看 當然我是反對這間公民黨 在阻撓這個港珠澳大橋 但是你要看 港珠澳大橋成功地 有這麼一個司法方法阻撓他 內地那些人是拍掌的 他說你厲害 然後你想一下 現在你高鐵了 我就不明白 那些什麼政黨死亡在哪裡 現在正在投鼠 喂 我覺得如果你想 就是那些 來近的區議會 因為第二波的反攻勢運動 來近的區議會 一定是這麼做的 香港贏 你就是整塌了那個高鐵 那個影響力 不是在香港 首席香港你贏了硬 你跟著那些選舉 你低於這件事 你是全中國拍掌 覺得你厲害了香港 喂 你這件事 你是不是可以 吸納到那個民心 這是全國的 你想一下 喂 你跟著之後 大陸的人 香港人都說 嚮往 每個人都嚮往 香港不單止來買安全 是吧 然後呢 你香港來生孩子 生孩子 醫療是安全的 然後你整個 整個社會制度 是真的可以 可以制衡到 那個政府亂做事的 是不是 喂 你這件事 你這樣 你就不用擔心 你經常說 香港被什麼被共產黨吞拼 你就是經常說 不肯想那些想法 不肯吸納那些人 就覺得我要吸納一些高技術 那些人 事實上 你看看歐洲 現在經濟下跌的國家 就是不接受民間的國家 不接受移民的國家 是啊 香港很有經驗 你給你看的 香港本身就是因為吸納了移民 香港最風光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 那幫香港自治運動 又說不下 因為他們是 陳文說他們是有心下來的 因為他們是反共的 現在那些人就是政治間諜 低能 你看看現在內地的人的那種憤怒 對共產黨的憤怒 每天都在示威 然後剛剛 早上新聞又說 不知道什麼江西 有幾百人在橋上準備跳 是吧 又是因為你那些什麼 領導 貪薩的錢 明明我們那些 即是那些 香港人比大陸那些人更順民 我不是搞錯 喂 你看看張開眼睛 你看看事實 你看看那些老百姓 是不是真的會做共點 喂 大老白癡 白癡的人才會這樣想 你說 喂 當然有些 共產黨當然會派一些人下來 但不是那些一般老百姓 你要看清看錯 我們的人每天都在叛亂 是吧 喂 就算不是真的去到叛亂那一步 他 為什麼大陸什麼都有 為什麼要上網去淘寶 突然走來買港貨 喂 你也多麻煩 又要給多些錢 又要等 是吧 都要買這種 都是一種 抗暴 大陸那種 抗暴心態 那種那種代購很好笑的 例如樓上燃窩裝 代購都是我的心 如果香港人 喂我下去買不行 為什麼要找人代購 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是吧 又要等我 就是我上網去買東西要等 是吧 然後又要給你錢 可能你會困我 所以他相信他 是吧 為什麼要做這麼傻的事 這種不是一種 就是反對共產黨暴政的一種 當然我又說人之常情 你不用每個人都參加社運遊行 我覺得愚蠢的 經常叫人參加社運 一個健康 一個樂土 歐陽修又說完了 最終停記 父者居於圖 行者憂於樹 即是說老百姓他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很舒服的 不需要理會你的政府是誰 不用參加什麼抗爭 你的官老爺在那裡喝酒 他不會理會 他下來香港的消費 就是實際的抗爭 即是說我不用叫他 每個人都要 那些社運 那些需要呼籲大家遊行 不用的 大家都生活而已 老百姓生活而已 我就不需要要他帶來抗爭 但問題是說 他怎樣走下來 代購港貨 對議員政權有種不滿意 不可以令到他生活安好 他不需要人之常情 香港人自卑 就是覺得你香港這個環境 他下來一輩子都是民建聯的附傭 對於自己香港的社會環境自卑 他會問的 好像之前說洗腦過雲教育 大家都有一班熱心 引起社會討論之餘 還有一班90後 現在還在讀中學的朋友 希望撤回國民教育科 我們在這裏有節目也討論過 但是我的立場有些轉變 一開始推出這些東西當然是慶 國民及德國教育科 尤其是除了國民教育 德育教育也是很低能的 包括恩福堂、明光社手 包括婚前徵操的概念 你以德育來說 其實什麼是德已經有問題 如果你說至於中學教育 你應該說教育的應該是性病 你教育應該是避孕措施 這些才是比較有效的 我這方面不說 但我的態度上的轉變在哪裡呢 就是說其實你看這個反應 你接著又激起一班讀書的90後出來抗爭 我覺得不如你繼續搞下去吧 政府 你這個國民教育科 你夠膽你這樣搞下去 我們讀書那些東西 我們讀書那時做學生是怎樣的 你越教的東西我就越不相信 你叫我做這裏做的東西 我告訴你 雖然我也不太相信香港的老師 真的有能力去教 你什麼教了一句 他說什麼人權的 可以說是學生要復興到某些需要 才值得有這個人權 這個問題 但現在香港的孩子是聰明的 現在香港的孩子是有網上的 基本上有一些上網 第二你小朋友的反叛心態 你越跟我說六四沒有死的人 我就越去找資料 你不如這樣教那個 人版 你大約多些上大陸 大陸自小都有這樣的教育 你問一下現在那些大學生 你問一下他們信不信 上個星期我問那個師妹 雷鋒精神 你學不學 你為國家去高鐵 為國家做實驗品 試驗國家的高鐵 你是小螺絲釘 你就去幫國家做實驗 別人外國用猴子去做實驗 你不是人是小螺絲釘 你就去做實驗 你問一下 如果每個人都洗腦 就不會有那個什麼洋 就是控訴那些家人 洋風 洋風 那他親生死了太太一家人 喂如果你真的那個國民教育 真是這麼厲害的 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 喂你為國家做小螺絲釘 你會違反人性 我不是說是 他似乎未去到北韓那種程度 差很遠 北韓也不會 北韓相對又豐貴很多 網上也沒得上 現在有微博 其實微博真的 可能你將來 你講中國革命 或者共產黨 跟微博真的有很大關係 現在的問題是 大家不需要搞這個革命 我的預測就是 不需要什麼革命 而是說 共產黨真的會自己不見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想想當一個政府 為什麼政府可以存在 是因為他的號令 是別人會聽的 現在大陸你真是很簡單 溫爺爺 一個國務院總理 就是政府的首腦 他出來說話沒有人聽 他說要撤查真相 他不是沒有人聽 是中宣部突然間 剪掉了他的亂片 和甚麽樣的東西 是的 他是上司 他說要撤查真相 我告訴你 共產黨的這個組織 他不可以自己保持 他自己會崩潰 第一 他自己的總理 說話沒有人聽 第二 他自己的黨派之間 大家互相抽後腿 他自己會無緣 其實很簡單 政治學來講很簡單 當政府失去了徵稅的能力 政府就失去了他的功能 所以如果法理不交稅 在大陸這樣的話 你整個骨頭後應 那就是豪秀蘭 就是翁山素姬 就是 香港人出來不要交稅 我們今天星期 差不多 但我想我有一個推銷的 就是我們會慢慢 逐個理論去反駁 當然 我們希望節目精彩一點 就會有些嘉賓 希望有更多的 我們也想為何會 一開始請一些 在地區上做的工作的人 香港老闆有些 不要說到那麼大那麼遠 說政治是一些 很生活上的事情 大家在社區上 或者 無端端我自己 明明有地鐵站 你說沒有了我沒有了 是不是我們要爭回來的 回答地鐵很重要 今天就是聽到回答地鐵 回答一下 無緣無故就說 信號為系統故障 真的要接軌 你說要跟我們接軌 大家會 你跟我說還是誰跟我說 或者 Facebook人的留言說 特地的 港鐵現在 多一些故障 大家 都跟我們接軌 但習慣了 我真的要接軌 最後就跟觀眾 但個人認識我的觀眾說 我也會休息牌 所以節目的重心 就會放在一行 希望大家會支持一行 繼續支持博士 可能我不見了 才能收拾多一個關鍵 阿昌都可以 因為我都想不同黨派 阿昌都在社民連 可能在社民連的角度說一下 好嗎 我們今星期節目時間到 好的 我們下星期見 拜拜